發電機轟隆隆的作響 從花壺內的大型花糞池內 陸續抽水出來 準備往污水管內送 這是內湖區社湖里 從8月初開始進行的排水設備工程 希望能讓內湖區的污水排放更完善 因為他們別處其實裡面有地形的問題 所以接管很困難 有些高地不一樣 大花糞池就把那大花糞池先接種 小部分的地方就來慢慢來找 因為小部分要找是困難度很高 可是這個一接走就完整 應該是完整版是70 80以上的 衛工雜白水的接管接出去的 這個就好很多了 不然你現在我們在這裡也聞到臭味 還是滿重的 為在內湖城公路四段324項 四弄的大型社區 因為地勢的關係 三十幾年來都無法安裝污水管工程 只能靠兩個大型花糞池來排放污水 經過里長洩明 亦與衛工處的努力合作之下 終於克服地形 成功進行排水設備工程支管的安裝 這個最大的居民就每天聞到這種臭味 也是受不了 因為這種天氣這麼熱 病從聞到環質很快 這個是真的是大家的責任 也是真的政府要大力的推廣這個 可是我們民眾要配合 來接管把我們這個設計弄得更好 行李長表示 由於內湖區地勢的關係 排水支管設備安裝要比其他地區來的困難 也感謝衛工處的大力協助 目前秀湖裡已經有70%的地方安裝完成 希望居民也能夠多加配合 讓污水處理更乾淨更安全 開播大台北十位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